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Learn to Drive in UK 我是Simon 我們上一集講到Copy Drill 今集我想跟大家講一講關於駕駛上面的東西 很多同學上完第一課之後 都會說我已經開始起步了 停車了 但是呢 我每一次轉彎都轉得不好 轉彎其實有幾個問題 就是你的速度 你的車速和你的轉向 這幾個東西是會影響到你轉彎 轉得好不好 我有個小小的提示 可以試一下 你們可以試一下 看看可能可以幫得到你們 首先你要找一個地方 那個彎呢 儘量那些彎都是90度的 千萬不要找一些彎 有些彎是45度 有些彎大過90度 儘量找些彎是90度 然後呢 你可以怎樣找到這些地方呢 你可以試一下去找屋苑 停車場 總之這些彎全部90度 第二樣東西你可以試一下 就是你可以試一下 控制好你的車速 那怎樣可以控制車速 什麼意思呢 控制車速 踩壁駅便控制車速 踩油門便控制車速 因為你駕駛的時候 因為你適合新手學車 就未必每一次你轉彎都可以控制車速 控得好 每一次的車速都有不同 所以導致你轉彎的時候 每一次都會有快又慢 從而呢 就可能令到你 為何我這次轉彎又太多 這次轉彎又太少 因此是指了去對面線 那我們可以試一下這個方法 我們首先做第一個exercise 第一個exercise是怎樣做呢 就是我想你試一下 一路開車的時候 當你鬆開油門 如果自動波車 正常來說 那個速度是大概在5-6公里之間的 那你試一下在5-6公里的時候 踩壁駅 控制好車速在2公里 一路定住 不會增加不會減少 跟著鬆壁駅 然後再試一次exercise 一路練習 從而令到你每一次踩壁駅 一踩下去 很快就已經可以去到2公里 我們試一試這個exercise 好了 現在我們準備收慢的車 那我們踩壁駅 一路保持在2公里 然後鬆開壁駅 非常好 現在你掌握到怎樣可以控制好車 控制好速度 下一步我們要學的就是怎樣扭軚 那扭軚呢 其實我們教學生通常都是用pull and push的方法 什麼是pull and push呢 就是當你的手擺在上面 擺在軚盤 10點和2點的方向的時候 那你譬如要轉左彎 那我們就會把左手拉下來 右手在下面摺著 摸上去 然後左手同時間又會再摺 拉回來 右手拿著 拉回去 那這個就是pull and push的方法 那在英國考試呢 就沒有一個很特定的要求 比如說要學生業怎樣扭軚 只要不是這種巴士扭軚的方法 擺軚或者怎樣 那就可以了 那譬如說有什麼方法是一般香港都不給的 例如說 軚自己轉啊 擺在手上啊 那些呢 那這裡他就沒有說很street 不給你用的 只要你控制好車 其實都ok的 那好啦 現在就看一下我們怎樣去控制了 pull and push 左手拉下來 右手摸上去 左手拉下來 右手摸上去 好啦 如果我轉右彎呢 就是右手拉下來 左手摸上去 右手拉下來 左手摸上去 好啦 下一步啦 當你 知道我們怎樣可以扭軚之後 那下一步我就要做了 啊 我扭軚的時候 究竟我要扭多少角度了 那呢 我們 當你不知道 那個軚感的時候 你可以試一下我這個方法 就是每一個90度彎 你嘗試扭360度軚 就是剛剛好一個圈 盡量兩手軚 就是一 二 做完它 不行的 三下 做完它 之後呢 看著那個彎看遠一點 慢慢回彎回來 我們又試一試這個練習吧 好啦 那我們就看看真實如果駕駛起來是怎樣的 首先我們把鏡子對齊了一條白色線先 然後鬆開油門慢慢把車扭過去 之後看著遠處慢慢回軚 好現在我們再做多一次 收慢車速 看一條白色線 然後扭軚360度 慢慢把車扭過去 不需要踩油門 看著遠處你要去的方向慢慢回軚 那不是每一次呢 我們都是會見到條線的嘛 像現在這個情況一樣 那條線其實就不在這裏 我們現在在泊車位的左手邊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那其實呢 你是可以 幻想那裏是有一條線在這裏 那跟著呢 這條線就等同於之前我們轉彎的那條線 那至於轉左彎怎麼做呢 那其實跟轉右彎是一樣的 那但是呢 你轉彎的時候 可能那個速度要慢一點 望遠一點 嗯 大家駕駛成怎樣呢 有沒有發現原來控制好速度 跟著那個扭軚 我們每一次扭360度先 跟著你會發現 哦原來我轉彎的時候 我只是需要顧一件事而已 就是我要顧回回軚的方向 和它的速度 好 今天就這樣先 下次再談 拜拜 過我們的問題 我們有途中 否則 我們有 problemas 但是我們繼續 會開門 tried 自己 尊重